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曲玉学蛇 八哥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鸟,人们用王捕到他们后,便训练他们说话 日久天长,八哥就能跟人学蛇了,但他只能模仿几句而已,从早到晚所唱的也就那么几声 一天,一只蝉在院子里不停地叫着,八哥听到蝉的叫声后,便嘲笑他叫得单调,难听 蝉止住叫声,对八哥说,你能学人说话,这固然很好,然而你说的不是自己的话,实际上等于没说 我虽然叫得单调一些,可这声音不管怎么说也是我自己的呀,要不,你自己再说几句不是学来的人话 八哥张了张嘴,怎么也说不成,就羞愧地低下了头,从此以后,他再也不跟人学蛇了 像八哥一样,没有真财实学,真知灼见,而只是一位模仿他人,人云亦云,还要到处吹嘘的人,才是最没有出息的 亦亦云数当不明三皇身,我们先上课的 2004珍谷幼